现在疫情还烧到了百货公司 这一次又是星光三月了 既之前的台北战前店 还有台中的中港店 再加上现在这一次是信义的A11 这里这是一个贵姐在这边工作 传出确诊了 今天星光三月A11馆就暂停营业一天 业者强调了 这个贵姐她最后上班的日期是在7月2号 当天也没有接触到其他客人 周末就自行裁检确诊 公司则是在昨天晚上接到消息之后 紧急在今天闭馆消毒 清洁人员里里外外全面消毒 百货公司周边还有内部贵位全面大清销 在台北市新义区的这一间 星光三月A11百货 今天是在大门口贴上了这张 要修管一日的公告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一楼工作的贵姐传出阳性确诊 百货公司回应这名贵姐 最后上班日是在7月2号 周末感觉身体不适 自行裁检后确诊 7月4号贵位接货通知 初步有两位的接触者 并且在当天晚上9点 公司也接货通知 在7月5号全面闭馆大消毒 听到新义区百货公司 有贵姐确诊 藏不住紧张情绪 还有厂商直言 早知道就不要来了 以A11所在的台北信义计划区 短短0.5平方公里的位置 就塞满了14间的百货公司 百货密度全台第一 就是看准百货公司聚集经济效益 却没有想到 这回竟然再报有贵姐确诊 面对经济健康 两难局面该如何防控 这才是当务之急 华尔全外商张周元台北报道